凡是谈到清朝后期的历史 都会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慈禧 我们都知道 在咸丰十一年1861 咸丰皇帝于成德避暑山庄驾崩后 其儿子在纯继承皇位 慈禧和皇后慈安并尊为皇太后 两宫太后慈安死后为慈禧一人 于仰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 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利 慈禧太后联合了慈安太后 公亲王已发动新有政变 成功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自此 咸丰皇帝也成为了清朝 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 拥有实际统治权力的皇帝 慈禧在成为了晚清时期最高统治者之后 时期掌握晚清朝政大权 一共长达47年 在这47年间 为了延续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维持自己垂帘听政的掌权方式 在同治的之后 慈禧还立了一个傀儡皇帝 而这个傀儡皇帝还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 可以保住慈禧太后的身份 二 保证皇帝无实权 无靠山 年纪上又无法亲政 在当时 纯亲王一宣之子宰田 便非常符合这两个条件 于是 宰田就这样被慈禧定位了四皇帝 也就成为了后来的光绪帝 光绪帝刚被立为新皇的时候才四岁 因为年幼而无法亲政 一直是慈禧一人独裁 即使到了后期 光绪帝开始亲政 表面上是光绪帝在掌握朝政大权 可实际上大权依旧是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这样的情况对于身为皇帝的光绪帝来说 无疑是非常无力和愤怒的 慈禧将其作为傀儡 但生而为人又怎么会什么欲望都没有 于是光绪帝开始谋求反抗 为了转变这样的局面把朝政大权夺回来 光绪24年1898 光绪帝开始支持维新变法 然而维新变法直接侵犯到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权力和利益 遭到了守旧派的权力反对 极力打压着这场变法 并且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 就迫使光绪连下三道御址 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 之后朝廷对外宣称光绪帝换定 将光绪帝囚禁在了中南海营台 身为一国皇帝 唯一的一次权力反抗 还以失败告终最后反被囚禁 这样的境遇必然是非常惨的 那么光绪帝被囚禁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光绪帝被慈禧囚禁在了位于中南海南海中的营台 所居住的韩元殿是营台的正点 营台被称作海中仙岛 四面环水而居 山是花草 水天一色 楼阁亭台 金碧辉煌 风景秀美一人 因此光就居住环境而谈 慈禧是没有亏待光绪的 虽然控制住了光绪的人身自由 但也不至于足不出户 只要是营台范围之内还是可以到处走动的 但是风景再美 环境再好 落在已经心灰意冷的光绪眼中 又有什么欣赏的心情呢 所有一切的美好 反而成为了让它愈加痛苦的存在 在被囚禁之前 光绪虽然是没有十全的傀儡皇帝 但怎么说也占了个皇帝的位置 所以除了没有十全以外 皇帝该有的待遇 光绪还是都有的 而在被囚禁之后 慈禧为了让光绪知道与他作对的下场 决定让其嗤嗤苦头 当光绪囚禁在营台以后便对其不闻不问 慈禧态度一表明 连带着底下的奴才也开始不再把光绪当作一国之君看待 以至于光绪身旁连个日常服侍的人都没有 留下的太监只负责自己的监视工作 渐渐的 光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 时时自己煮 东西坏了自己修 卫生自己打扫 这些对从小养尊处优的光绪来说 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 更加折磨光绪的是处在孤岛中 与世隔绝的精神折磨 虽然可以在营台中随意走动 但偌大的宫殿中几乎没有人会和光绪交谈 周围的奴才都是慈禧留下负责监视他的 唯一可以见到营台之外的风景和外面的人的时候 还是只有在举办比较盛大的庆典 祭祀活动 必须需要皇帝出面时 慈禧才专门派人去接光绪 结束之后便会立即将其带回 时刻有人看守着 光绪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几乎为零 身处孤岛中的光绪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过着孤独的生活 尤其是每当佳节到来之时 身处在毫无生活气息和节日气息的偌大宫殿中 本是欢喜庆贺的日子里只会更显气骨冷静 就这样 从小身体变十分孱弱的光绪 在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的折磨中 先是情绪逐渐崩溃 之后身体也越来越大 经常卧病在床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 一九零八 病情恶化的光绪没再能扛住 十一月十四日 于营台逝世 小年三十八岁 虽然死因有不同的说法 但结束了这段长达十年的被囚禁生涯 或许对光绪弟来说 也是一种另类的释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